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湖北人 从湖北来的 我先生在台湾 他和蒋介石一起来的 大概几十年了 台湾开房要他回大楼 早午 早午要我来 那我来就来啊 他年纪已经大了 没人顾他 没人管他 我开始是在台南 在台南先生死了以后 房子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了 给我三千块钱政府上 我说我现在身份证 什么东西都是台湾人 我说结果跑到大楼 就成了10人口 最后他们有的人 就跟我讲说 台北这边要搞一点 就是我来的时候 我也是流浪汗 没地方居嘛 就很努力啊 我就在火车站那里 走到那里 要没杯子 要没什么东西 睡过好几个晚上都没睡 就走过来走过去 走过来走过去了 我就这就问我说你们怎么办 你们不吃饭不是了 我说人生所谓搞成这个样 我真的赔偿的死亡 不想喝了 这后我叫不行了 叫不行了 叫成半一口了 这后他们就说这个交费是一楼 我就来住地下室了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呢 哇 又没床 温州蟑螂 蚂蚁又苍蝇 我就睡到床上 睡到床上老鼠来摇我头 摇我手 我就在他们 把他们厕所洗得干干净 把房间也搞得干干净净 就稍微好一些了 我到这里来已经十年多了 上帝的纲领就是 让我们安人日记 所以的话呢 现在应该回去 多多的三十 得自己好 所以我们就专门介绍 这些孤儿刮目 要命了 现在就是每天来吃饭 就五六十人 六七十人 生长节一百多人 西门町那里有个女的 哇哟 可怜 她找不到地方吃 我给你东西你拿回去 你慢慢吃 我说你一次吃的话 你不得了吧 我也搞坏了 我们姚妈妈很爱心很好 我们照顾就是 有那个穿油吃通通油 我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就是要给您的 谢谢 好那我等下跟你一起过去收 好谢谢 好 这柴 肉 原厂和鱼 三千人是给的 电话就搞一个糖 三彩鱼糖 三彩鱼糖 这困难了 放刀也扶不下去 最后我就问别人 别人就把我搞一买 买了个什么量盆 买他的量盆 那也就要牵到风鲜巷 就要人家来问我 我说是啊 我说两个月放刀没扶 最后就好多三千人去 叫风鲜 风鲜牵到这个风鲜巷啊 所以就没有时间让我休息 身边去看啊 看着要回来走啊 就这样 我为了我给你说老实话 我的就是 我有一圈一圈 就发一风光 我倒下的位置 就是 转眼 Musique 转眼 survival 转眼